又经过了好几个月的评测 那么小春哥这个月开始 就给大家盘点各种品类的产品 在各个价格段最值得购买 现价比最高的选择 那我们的清单呢 基本会涵盖热点的品类 但是不会多做视频 今天呢 咱们主要聊一聊手机的选择 由于安卓生态和iOS生态 不断成熟 现在手机领域的竞争呢 主要发生在三个方面 性能 拍照 屏幕 从小春哥评测电视和手机的情况来看 屏幕的差距呢 没有对比的话 感觉其实并不大 120Hz的刷新率的区别 恐怕真得拿两个手机在一起对比 拍照的话 苹果最好 华为三星次之 咱们买手机呢 主要开始看性能和体验 今天呢 我们就为想要选择性能够用的小伙伴 来盘点一下 2019年的手机产品 手机处理器的摩尔定利呢 逐渐失效 尤其是安卓阵营 依赖高通处理器 从2000块钱到8000块钱的手机 几乎是一甩的855处理器 或者是挤了挤性能的855plus 目前呢 手机的高端处理器 就是华为 苹果 高通 三星 这四家 刚才说到 高通的855 那么还有华为的980和990 苹果的A12 A13 三星的猎户座 9820等等 这些处理器当中呢 A13 最牛 高通的855plus 可以和A12一战 华为的980 稍不及 855 990呢 又超越了855plus 三星的猎户座 国内呢 不卖 大家呢 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手机处理器的天梯库 如果想买一台性能机 咱们从2000元以下 依次来盘点 还是一样 选择出来的都是各有优点 同价位比性能和性价比 没有入选的 不见得不好 不到2000元 我们就可以买到855 没错 国产厂家 就是这么给力 联想Z5 Pro GT 搭载了高通骁龙855 是最便宜的855性能机 性能比高 适合预算紧张 但是需要玩高性能游戏的小伙伴 缺点是 联想的系统优化并不好 选购的小伙伴呢 还需要注意 Redmi K20 Pro 骁龙855超高性价比 小米急了 真的是连自己都大 可以说是最具性价比的855手机 缺点就是 夜景噪点比较多 自拍效果比较一般 这两款更推荐大家选择Redmi K20 Pro 系统做工更有保障 增加一点点预算 我们就进入2000到3000元 这个安卓机扎堆最多的价位段 各家的产品都有差异化的优势 小米9是首款855的产品 那提升了拍照能力 做工好 性能够用 实力均衡 缺点就是 续航不太抢眼 Vivo iQ为游戏优化了性能 拍照一般 压感按键 44瓦超级快充 集充集用 游戏体验不错 注意 6G的版本不支持44瓦快充 魅竹16S 无刘海全面屏 是强迫症患者的福音 系统清爽 线性振动马达 触感舒适 165g的重量 握持舒服 缺点是 系统较为小众 体验较差 1加7 系统轻体验 配置高 UFS 3.0闪存 超级闪充 2799元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8架256G的配置 整体比较均衡 但是简约的轻OS 使用方面还需要适应 那这四款都是我们推荐的 最推荐的还是魅竹的 16S和1加7 做工和质感更加的上传 那在这个价位段呢 还有一些产品主打游戏 CPU以855plus为主 推荐两款 分别是Redmi的K20 Pro 尊享版 延续了K20 Pro的超高性价值 升级到85plus的处理器 推荐大家购买8加512G的版本 硬说缺点的话 就是没有红爱了 努比亚红膜3S 双压杆按键 可以五指游戏操作 屏幕支持90Hz的刷新 升级到了855plus的处理器 但是系统方面呢 体验稍差 对系统体验不敏感的同学 可以考虑 同样在这个价位 华为也提供了不少选择 推荐三款 麒麟980的性能呢 够用 虽然不如855 但是也算得上第一梯队的主理器 一般的游戏不是太大的问题 华为的底层优化更加好 游戏呢更顺畅 荣耀V20 这个呢是华为的水桶机 显示和拍照 硬件配置都不错 机身绚丽 是最便宜的 齐明980 缺点就是 只有单主摄加TLF镜头 不能变焦 华为Nova 5 Pro 眩彩机身 主打自拍 3200万前置摄像头 人像超级夜景 投置素色 配有景深镜头 背景虚化的更加自然 40W超级快充 缺点就是单扬声器的设计 屏幕效果一般 荣耀V20 Pro DXRMark 拍照评分 111分 排在前列 四焦段镜头设计 配有的微距镜头 麒麟980 加GPU Turbo 游戏优化突出 不过呢 屏幕显示效果稍不理想 也没有最新的40W快充 三款当中 推荐大家选择荣耀V20 Pro 相对比来说 更加均衡 预算再增加 进入到3-5K 这个时候呢 屏幕性能拍照 差距都不大 真的是细节和体验 华为Mate 20 是去年的旗舰级 同样是麒麟980 价格更加的实惠 拍照方面 同样是排名DXR的前几名 发布时间稍微早一些 价格下降的比较多 更加的实惠 缺点就是 后置指纹 也不支持MicroSD卡 一加OnePlus 7 Pro 90Hz的屏幕极致流畅 支持游戏会越来越多 屏幕效果呢 排在前面 最接近原生的系统 屏幕性能 做工都很均衡 不过呢 开启90Hz之后 续航会明显下降 华为P30 Pro 十倍变焦 夜拍能力强 支持OIS加AIS双重防抖 拍照需求多的 可以选择 980能够胜任 现在流行的游戏 缺点呢 是屏幕显示一般 三款当中 最推荐大家 选择华为P30 Pro 我用了半年 感觉各方面的体验 和性能都是最均衡的 如果玩游戏 那么在3到5K 牺牲一些拍照方面的体验 更加强调 电池和散热 也有三款可以推荐 ROG游戏手机2 精英版 120Hz的电竞屏 最新的85PLUS处理器 6000毫安的超大电池 独特的尖键 更适合游戏 外形炫富 但是6.95英寸的大屏 1080P的复面率 又有颗粒感 黑鲨游戏手机2 Pro 骁龙85PLUS处理器 UFS 3.0闪存 支持屏幕压感 34.7毫秒的触控响应 游戏体验更佳 缺点是 没有90赫兹和120赫兹的高刷新率的屏幕 微博爱库Pro推荐256G的高配版 有压杆按键 内部夜冷散热 保证游戏的稳定性 44瓦的快充 你说缺点的话 就是没有无线充电 三款之中 最推荐大家选择的是 KESA 2 Pro 小米旗下的游戏手机旗舰 左供和生态支持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5000元以上 这个时候玩的就是生态了 各方面的体验都要最好 体验上 苹果的生态能力 安卓是比不了的 但是呢 对抗安卓还有两款可以选 华为Mate 30 Pro 新旗舰最新的麒麟990处理器 性能略高于85PLUS 双4000万像素摄像头 拍照继续霸绑DXL Mark 但是呢 如果你非常在意屏幕显示 还是建议去实际店体验一下 这块屏幕肯定是不如三星Note10家 三星Galaxy Note10 Note系列最精髓的触控笔 Note10的尺寸呢 是刚刚好 非常适合手小的人群 紧急的屏幕 可以说没有短板的手机 拍照呢 非常好 但是呢 有些美化的过度 那么这两款当中 更加推荐大家选择 华为Mate 30 Pro 性价比更高一些 苹果手机方面 现在有四款机型可以选 iPhone 11呢 是性价比最高的iPhone i13高性能芯片 摄像头规格和Pro版本基本一致 用便宜的价格 体验到最先进的苹果机 最练就是大刘海 后边框 机身的比较重 iPhone XS 去年的旗舰 性能依旧强劲 但是性价比较差 系统 拍照等体验仍然非常好 两款当中呢 推荐你选择iPhone 11 iPhone 11 Pro 是苹果的高端机 三射整体体验 提升了不少 尤其是视频方面 缺点就是贵 发热也比较严重 iPhone 11 Pro Max 这个是续航变态的iPhone 已经能够匹敌 安卓5000mAh的 电池的长续航手机 只剩呢 比Pro更大 缺点是更贵 发热也比较严重 其实呢 到这里已经不用推荐了 苹果的旗舰确实贵 但是整体的性能使用 和拍照的体验都属上成 两款机器 要想更好的续航 就上Pro Max 要想拿的顺手 就直接是Pro就可以了 唯一的遗憾 就是两款还都不支持5G 如果非常介意的话 就要等到明年 更新新的iPhone 好 性能手机的推荐 就是这些 更强大的机型呢 现在也在不断的发布 我们会同步更新 手机处理器性能虽然强劲 但是手机的整体体验 需要综合系统 闪存等硬件 苹果无论是整合的最好的 也是珍贵 如果在手机选购上 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或者私信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